江志诚的资产 江志诚的资产当中 大家能看到啊 江志诚的资产 它是用什么样的控制的 江志诚的资产 它是1986年出生的 它的护照号码是这个 它也是美国籍 它在境内外有现金资产合计超过了5000亿美元 约为4万亿人民币 控制资产的形式 包括基金 股票银行 信托 能源股份 科技股份 黄金集货 虚拟货币 房地产 海外公司公股 家族性的离岸公司 等等 等等 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 这个非洲的 南美的叫 叫标准银行 标准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 控股的70% 那么这个70%的控股当中 它拿没拿过来利润 而且呢 标准银行既然是来自中国70的控股公司 它投资了微信 它投资了阿里巴巴 投资了中国极大银行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权利 能拿到中国人 都拿不到的投资资源和渠道 为什么呢 外国人都拿到 我们总算过去二三十年 中国的金融上市 市场的整个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 十几万区的全部资产 十几万区的资产 只是基本上都在非洲标准银行 高盛 还有 Blackstone在这几家银行买来买去 基本上是他们占了百分之七八十 那今天的中国的高科技股和金融股又在他们控制之下 那江志诚就是什么关系 江志诚的现在女友叫夏域 代持有了数以千亿美元的资产 他这么年轻从哪来的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的是江志诚的资产 我们会接下来会去公布 我们会让大家看到这个资产的整个的来源 整个的细节和银行的存款信息 大家看到这个五千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五千亿美元是广东省一年的一半的GDP 就江家控制的就上海银行 湾银行 以及很多的房地产 还有上海的这么这个绿地等等等等 这都是我们大家过去所不曾知道的 而且海外的很多大公司 都是通过了江家持有的这些家族基金 离岸公司等等等持有这些东西 这是简直是害人经文